BioWare 旗下即幻角色扮演游戏大作《暗龍紀元》 雖然許久之前就宣布要推出續作 不過後續就沒有什麼消息傳出 終於在等待了好一段時間之後 在 E3 展中釋出了《暗龍紀元 3》 《異端審判》的首支宣傳影片 新作的故事描述整個世界陷入了巨大的災難之中 邪惡的巨龍遮蔽了整個天空 法師則對聖殿騎士發起了全面戰爭 國與國之間也陷入了緊張和對立 而玩家就是要扮演解決這些紛爭來源的關鍵人物 恢復世界的秩序 《異端審判》將帶來更開放的遊戲世界 以及豐富的人物和故事劇情 而我們每一個所做的決定 也都將影響到整個《暗龍紀元》的世界 從影片當中可以看到 全作多麼的夥伴將繼續扮演重要的角色 甚至在一代最後消失不見的《摩瑞根》 也在影片中登場 而當初他肚子裡的孩子長大之後 是否會成為新的邪神 相信也是許多頑固一二代的玩家們 相當關心的焦點吧 《暗龍紀元 3》《異端審判》 是不是能夠再度創造出當時一代那樣 讓玩家們感受到無比的驚奇與感動 就要等到2014年秋天才見分曉囉